嗨 美食給朋友們大家好 這個 我們這麼常常在直播嘛 然後也大家都知道 因為Alan自己本身 其實本業是做代理商 那很少讓你們看到我自己的本業 的 裡面 到底是賣什麼樣的產品 那因為我也是 其實我平常是盡量不在 自己的節目裡面 一直在推銷自己的產品 但我會慢慢調適 因為一堆創作者 都在賣自己家的東西 在推自己家的品牌 只有我 一個人就是乖乖的在直播 但是我會慢慢的 介紹大家 我們公司到底有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很多朋友在問 那我就利用今天呢 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公司的倉庫 有什麼東西 首先帶大家看這一面 這一面是 這個 UAG 你看啊 這是UAG 那UAG呢 本身呢 其實台灣的代理商是威語 那我們就是他其中一個經銷商 然後 應該算是經銷商 跟 算中盤商 的一種 但是呢 那我們銷售的通路是有限制 也就是說 我們 有一些經銷商呢 是我們在負責 也就是說我們還有批 或批給一些小型的經銷商 那因為我們提供的服務 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呢 這細節以後再講 那所以呢 那UAG呢 如果各位喜歡UAG 之前也看到Alan 常常在用UAG 那你可以 在我們網站上面訂購 可以訂購得到 好不好 那我們的UAG 就是台灣公司貨 所以請大家放棄 你看UAG 它很多的款式跟顏色 對這之前我都跟大家介紹過了 好 這邊是UAG 還有UAG的這個什麼 手錶的錶帶 Apple Watch的手錶錶帶 然後UAG現在也有出這個 Air Pass的 Air Pass的這個套子 它這個比較美式 看起來比較粗獷 對 然後呢也很漂亮 這是UAG的 然後 各位看得到這邊是Catalyst 這個是 剛上市的新產品 還沒有機會正式上架 都是Air Pass的這個套子 那Catalyst的這個品牌 Air Pass套子 它是全世界第一個發明 這個產品 那雖然它不是什麼高科技的東西 但是確實在全世界 它是第一個 去想到生產這樣的東西 那當開始 剛上市的時候 Catalyst 美國通知我這個產品 我那小小想說 這東西 鬼要買 根本就沒有人要買 怎麼有人買這個東西 這東西看起來就不會賣 這Air Pass Air Pass 還弄一個套子 結果大賣 不只大賣 現在蘋果的直銀店 都在賣 我們Catalyst的套子 好那 但是呢 因為它供貨直接是對 美國的Catalyst拿貨 不是對我們 所以呢 還請大家支持 如果大家買的話 是找我們買 好不好 那再來就是各位看到 這邊是iMOS 你會看到這是iMOS 那iMOS呢 我們算是它的 專門在做這個 幫它 應該是說 幫它 服務一些 很特別的 客戶對象 那這細部呢 我就不再 太說明了 因為這個東西 可能沒有辦法 跟大家透露太多 總之呢 我們台灣的部分 我們有iMOS 那這個也比較特別喔 像Brian他也在賣iMOS 但是Brian他負責是 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代理 那譬如說 中國大陸 香港 都是他在負責 那台灣當然找他也可以 他台灣部分 零售的部分也有 所以你可以到 Brian的網站上面去買 或者來我們Catalyst 就是我們公司的網站上面買 都可以 但是我們是分開的 但是呢 出貨應該就是從這邊 可以幫忙出貨 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兩邊你都可以 看你喜歡Brian 還是喜歡Alan 都可以啦 好不好 對那你看這邊是 iMOS藍寶石 這個是螢幕的 他的攝影鏡頭的這個 寶物貼 這個賣得非常好 這是藍寶石 那今年的特別流行的 都是藍寶石的螢幕寶物模 好像iMOS藍寶石的螢幕寶物模 現在是今年最流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iMOS之前比較早 最早他最出名的 他就是靠這個 酥水酥油的產品 在台灣整個做起來的 然後他有他自己的包膜墊 那 iMOS他自己也有上市自己的手機殼 他 買他的手機殼有個好處 就是他保護膜 絕對是最 合乎他的尺寸 不會去頂到邊啊 不會產生氣泡啊 所以你如果擔心這部分的話 你就買iMOS的保護殼 其實目前UAG啦 Catalyst 你如果用滿版的保護貼 都還是會頂到一點點 那如果你會在意 你就買這種 讓這個軍規防摔 這個也是軍規防摔的 好不好 好 那價格呢都不貴啊 都在一千塊以內啊 那這個都是iMOS 我們每天的iMOS出貨量 其實還滿大的 好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不看了 因為這邊都是 你看這是庫存賣不出去的東西 都已經淘汰了 這些都是錢啊 所以下次我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你賣出去的錢 不一定是賺錢 有很多東西會有損耗 什麼叫損耗 東西故障 客服 維修 還包含庫存賣不出去的東西 到最後要扔掉的東西 這些你通通都是要列入損耗 所以你以為賣一千塊的東西 成本是六百 就是賺四百錯了 不一定 好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 ARKEY這個是傳輸線 這個之前我們做過團購 那做團購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跟原廠拿一些貨 來 如果說有一些粉絲朋友 他們喜歡的話 我覺得他的這個充電非常 而且他的 行動電腦也非常好 我也都用行動電腦 我用華為的跟他們家的 我用那個兩萬mAh 那就是他們家 那另外這個是那個 上次我們跟大家介紹 Vepore這個無線充電盤 好 那這一個呢 是我用過最好用 也是最漂亮最漂亮的無線充電盤 那影片的部分呢 點擊 我放在這邊 給他參考 那下方也會放 點擊 給大家參考 那這個是 我們自己總代理的 DarkCase 這DarkCase真的是太棒了 當初 DarkCase也是非常有趣 DarkCase那時候來找我 只是因為那時候 他看我們的頻道 在介紹三席 那想說可不可以 叫我們幫他曝光 我說我不只可以幫你曝光 我可以幫你做台灣的市場 結果後來談談 談了一陣 談了將近快一個多月 到最後我們把總代理談下來之外 然後我們幫他推這個品牌 那從以前到現在呢 目前市面上真的很少看到這種競爭 這種產品 幾乎他是沒有競爭對手 也就是之前我們 跟大家曾經分享過的就是那個 呃 如果你是用蘋果的行動電源 呃 不是行動電源 如果你用的是蘋果的 電源線 電源的充電器 你就用個 你看他把那個蘋果的那一顆 四方形那一顆 電源供應器直接插進去之後 他變成就擴充了 呃 USB-C一樣在這裡 然後變成延伸出三個USB-A可以給你用 呃 這是非常非常聰明的一個設計 目前我在市場上 還沒有看到這樣的產品 這是我 我們 好了 總代理的產品 下次可以有機會跟他講 Alan比較喜歡賣別人在賣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這個Movie 這個是 一個 也是我們總代理的產品 這個是一個 L-PASS的 這個 保護殼 那等一下晚一點呢 我再弄一支影片 跟他介紹這個產品 開箱給大家看 這個產品呢 也是防水 而且他更扎實 更耐摔 他不是只有薄薄的一層 矽膠而已 他還有這個 自動開關的這個上蓋 有很多顏色非常漂亮 那 這個也是 事前跟他介紹過 Movie的這個 手機的 啊 那個叫什麼 手機保護套 不是啊 手錶的保護套 這個是 Apple Watch的手錶保護套 Movie的 好 那這之前呢 我們有跟大家介紹過 再有一集 蘋果手錶的開箱 那一集 Ted Your 進來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邊量最多 就是什麼Catalyst Catalyst是我們 做最大量的 一年要做超過 這個兩千多萬的生意 全部都是靠這個 這個 Catalyst的手機保護殼 對 我們 比較少在大型的賣場賣 因為大型的賣場 根本賺不到錢 所以你看 我們光在小型通路跟中型通路 還有Pichon 雅舞 購中心 某某這一類 我們一年就要賣超過兩千萬 光這個品牌 那你就知道他的銷售量其實是很可觀的 但如果說我可以到大型通路賣 我一年下來最少可以賣到三千萬 但是重點是你可能賺不到錢 這個東西呢 將來我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老粉絲大概也知道說我之前分享過 我之前分享過 在MessB10頻道裡面都有講 就是大型的客戶要嘛 不是讓你很賺錢 不然就是讓你虧錢 那當然也很可能會讓你賺錢 但是呢 就要看情況好不好 所以呢 這部分 就是這邊 你看到這邊都是Catalyst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那邊後面都是 已經是淘汰的產品 喔這個就是Catalyst 剛剛講 這目前Catalyst的 目前最明星的商品 AirPods的 那個 保護套 那這個是呢 AirPods Pro的保護套 這個才剛上市 這個才剛上市 一樣的 旁邊有一個調環 對 給大家看 這個都剛到就剩這些了 AirPods 目前都是二代賣最好 那這個是 我們稱之為福子 因為跟大家講 Catalyst的手機殼 你看這邊都是手機殼 這是防摔 它沒有防水 它是防塞 它沒有防水 但是呢 防水是這一種 可以防水到10米 Catalyst 防水到10米 也是目前呢 非專業型手機保護殼 非專業潛水用手機保護殼 裡面已經是 防水最深的 其他的競爭產品 最多的 就是2米到3米而已 它可以到10米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一邊 另外一邊 有一邊是 小個大碗 這個也是我們代理的產品 跟大家叫Banks 這是一個 很 我覺得很不錯的品牌 Banks B-E-N-K-S 中文它們稱之為 邦克斯 那這個品牌最大的 的優點 就是小個大碗 它的產品呢 都很便宜 一張保護膜就三四百塊 然後呢又有玻璃 然後甚至 它有做到這種 譬如說 防偷盔 然後還有抗藍光 然後還有鏡面的 然後還有滿版的 通通都有 然後也有手機保護的 手機保護 都兩三百塊錢而已啊 這都是三四百塊而已 都是三四百塊錢的東西 很便宜 方克斯 你看這都是iPhone X iPhone Max 然後還有iPhone 8 你看 把它放回去 然後你看iPhone 7 iPhone 8 這個我們都還要有庫存 你看 你看這個很可怕耶 這個都是舊款的 都還有 如果你iPhone 7 iPhone 8 買不到好的配件 可以來找我們 然後還磨砂 就是霧面的 我很喜歡霧面的螢幕保護 但是霧面呢 接受度比較不是那麼好 像這個手機保護殼 你看 這才賣兩百多塊吧 一兩百塊而已 對 這是有品牌的喔 對啊 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的倉庫 然後給大家 再環繞一下 其實倉庫很不大 然後這一邊呢 全部都是MainScan的 紀念品的倉庫 在這邊 帽子 帽子啊 帽T啊 這地方還有T恤 你看我這隻做T恤就比較好 它這個庫存已經一年了 還不會發黃 之前我們找過那種 極箭做的 蛤 半個月整個T恤都封在裡面喔 整個T恤是黃色的 我都氣炸了 這個是台灣製的 這全部這邊都是台灣製的 所以都用很好的那個棉 非常好的棉 對 給大家看 然後這些是庫存賣不出去的 這些都是 將來要扔掉的 好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MainScan的帽子 帽子 這裡 好啦 這個就是我們的倉庫 我們倉庫就 我平常時我庫存不會很多 我們每個禮拜都在對海外下單 我們從來不會庫存大量的產品 因為這風險太高了 這樣也是因為在跟大家分享 我的庫存 的 方式 我們是怎麼樣在被庫存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先到這地方了 那如果對我們公司的 產品啊 有興趣啊 可以在底下連結 可以進去看一看 那下次我再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到海外去找 新品牌是怎麼樣去看 去怎麼樣去找 再跟大家分享 下次見 掰掰